去台中當然要瘋狂食玩買 這次我們三個快閃台中 馬上看看有什麼必去景點 和三至四人房營的住宿推介 我們最先去的這區 就最適合掃街和買手信 第一站我們來到台中火車站附近的公園眼科 這裡曾經是日治時代中 規模最大的眼科診所 現在已經變成商店 在這裡可以買到很多復古風的手信 當然還要試這道很出名的雪糕 剩下有很多口味選擇 還可以選不同的食材 超滿足呀! 這區必去的還有在地人的飯堂第二市場 裡面有很多出名的老字號食店 野食夠地道 價錢有貼地 適合掃街 不過要留意 這裡由清早就開始做生意 很多店舖到午餐時間後就會關門 住宿方面 我們在Hotels Combined的地圖 選擇了距離台中火車站 只有5分鐘暴程的1969藍天飯店 這裡在近兩年才改裝成酒店 裝修以復古和工業風為主調 房間格局寬敞 設有落地大玻璃 還包上早餐 整班閨密去旅行當然要拍一下美水了 沈繼新村是一個新興的文創小區 除了是拍照打卡的好地方 裡面還有不少café 亦有市集和賣生活小物的小店 可以讓大家吃下東西和買下東西 在台中想打卡 一定要來彩虹眷村 這裡由彩虹爺爺 黃永浮一不一惑地創作而成 令這條本來用來安置老兵的眷村 逃過被清拆的命運 在這裡打卡 除了拍到漂亮的照押Like 還可以將黃爺爺的心思宣揚出去 別具意義 這裡還有一間18年7月才新開的酒店 酒店設計行黑白的簡約風 同時內外都有藝術品 環境簡潔得來又有藝術氣息 而房裡面放了一張雙人床 和兩張單人床都更闊落 景觀亦非常開揚 住落感覺很舒服 來到台中又如何少得吃呢 鳳吉夜市是台灣最具規模的夜市 一場來到當然不能錯過了 這裡最多人吃的 就是超足料的大腸包小腸 和各種海鮮小吃 差不多每條街都會看到他們 住得近夜市當然就最方便了 我們入住的這間高高回行旅馮甲館 在2018年重新開幕 由酒店走去馮甲夜市 都只是8分鐘左右 這裡的四人火新鎮舒適 還有兩張超闊大床 適合和貴密媽的部分 入住酒店可享用優惠價台幣150元 買到花博門票 明天還會有免費專車去花博接駁站 想去花博的話就非常划算 訂購酒店的時候 記得用Hotels Combine手機APP 一個APP就可以看完想住的區域 有什麼酒店選擇和評價 兼比較至底價錢 夠方便 信人不如信價格 馬上Hotels Combine價格和訂酒店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